桃源地方法院有一名书记官夸张的是 他八年来竟然暗藏了110件刑案劝证 导致五名被告因此不用坐牢 这名长信的书记官他承认自己有行政怠惰 就是太懒惰了不想管 目前桃源地院已经决议将他记两大过免职 但是高院也觉得真的只是因为懒惰还是内情不单纯 现在要来调查这位长信书记官是不是涉及贪毒 法院的公文书每天都有专人来回送办 但桃源地方法院的刑事记录科却发生有一名长信书记官 借着兼任查核股长的机会 八年来藏了111件刑案卷证 他卷就是放在他的柜子跟那个办公桌底下而已 因为他自己把它确认掉了 所以严考的部分已经消失掉了 认为这个卷已经送执行或者是送二审 原本法官判决后应由书记官将公文书对外传送 并且在电脑内做审核 但这些案件不但没送出去 长信书记官还自己执行确认 让上头的科长法官都蒙在鼓里 更严重的是其中有五名被告 因为过了刑事追诉期而不用坐牢 桃源地院召开考机会后 已经决议计两大过免职并移送工程会 尽管长信书记官解释只是怠惰 但高院认为不单纯 要调查是否涉及贪毒 和我一件装的模式